父母经常问 小朋友应该何时懂得翻身 自己坐或者行路 虽然婴幼儿发展有快有慢 但一些严重的遗传性疾病 例如简称SMA的脊髓肌肉萎缩症 部分症状和发展痴患相似 父母们不用忽视 一般来说 婴儿六个月左右懂得转身 趴在这里的时候 可以用手掌撑起头部和上身 可以用手支撑或者自行坐一阵 幼儿一岁左右通常可以自己坐在这里 开始爬行 或者协助下站立 两岁左右 小朋友应该会走 在协助下下楼梯 到了三岁 他们更加会跑 自行上下楼梯和踩三轮单车 一型SMA的婴儿 在出生后六个月 很多时都未能自己坐 苦恶时 头部难以抬起 双脚不可以独立伸展 或者大腿经常好像青蛙一样屈曲 不懂拙手指 而且他们的哭声很弱 呼吸也都较快 部分患有二型SMA的幼童 在七个月大或以后才发病 他们的体重一般较轻 呼吸较快 不懂自行转身 坐在这里的时候 不能够双手拿着玩具 手脚无力 大腿很多时都好像青蛙一样屈曲 有些三型患者 甚至在18个月大或青少年期才出现症状 虽然可以走路 但肌力会逐渐转弱 最后要依赖轮椅代步 如果不及时医治 SMA患者的肌肉会出现 渐进性的萎缩 失去肌力 最终可能会瘫痪 甚至无法维持身体基本功能 例如呼吸和吞咽 家长对小朋友的发展有疑虑 应该尽快约见疑科医生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